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 不管是统独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族群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坑位分明的 那今天国民党会沦落到要跟清明党来做这样一种妥协 因为你要偏僻你自己的执政党 假如是在野的时候没有话讲 因为资源有限嘛 对不对 你今天在民主政治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执政党分裂的情况其实是很少的 因为执政党可以分裂的资源很多嘛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些来收拢人心嘛 那今天会弄到这样 那表示我们今天这个国民党好像自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政策 可以拉得住选民的心 然后自己在组织上面 又跟这个其他的有党 产生一些这个这个汉阁的地方 才会造成这种局面 那我觉得这是国民党本身要去检讨 你不能去怪清明党要分裂啊 对 所以国民党是觉得说 反正我跟我们提任何人啊 蓝军你们就投票吧 你们这次把选民当做什么 当做你们的棋子吗 还是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要推任何人选民都买单吗 不是 这是什么个原则啊 马英九雇前大吉 如果马英九像杨老师所讲的 那你前面来我不理你啊 不理你啊 选嘛 对啊 我不理你 那你就是分裂换男的凶手 马英九你就是换男 你为什么不对宋楚瑜好一点 你看包括连战那些人出来说 你应该跟宋楚瑜怎么样怎么样 谁分裂呢 你不能当这个凶手啊 其实大家都在等对方单 为什么大家不会觉得宋楚瑜是分裂的凶手呢 我觉得马英九是分裂的凶手呢 他表现出来他是受了很多委屈啊 而且他没有执政 马英九是执政啊 执政的人要负责啊 在外界的解读会变成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你 受了什么委屈没分到位子吗 是啊 宋楚瑜 没有分到什么位子吗 位子分的不够多啦 可以这样讲啊 我觉得是一定会有的质疑嘛 就是你 现在你们两党要做这种 这根本就是一个分账嘛 这哪是一个民主政治呢 这个是分账 而且马英九给了不少仇庸出去 可是拿到仇庸的人 他不会感谢马英九 他认为我该得的 这是我们政党分的 马英九是被人家骂 你不知道改革你怎么还在给仇庸 所以很多人对马英九期待非常高 要求他改革 然后又要求他给仇庸 两手啊 啊最后被骂的永远是他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啦 我觉得现在还会看到 国民党自己挖了一个洞自己跳 那就叫做不分区 不分区其实 我知道 其实民进党的不分区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结束 还在这边继续的伤害当中 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讲说 哇如果民进党 能够从不分区这个泥浪里面跳出去的话 唯一要 恐怕要寄忘的就是国民党的不分区很烂 现在你国民党公然讲说 哎亲民党 欢迎你们把你们的不分区 你们也请推荐进来 你们要什么立委 我们这边也可以 就大家来分一分不分区的意思 有希望了 小英马上就可以脱口 说不定亲民党就提名的是那种弱势的团体 很好的名单给国民党说 你看我的名单提这么好 不是政治人物 哎 国民党说他喜欢反江一军啊 这个难讲啊世事多变化 嗯 其实在国民党跟亲民党现在为止的态度上面 我跟杨老师的看法是相反 我比较接近小董 其实杨老师说国民党现在是自扑其断 我认为国民党是知其所长 就是反而是亲民党自扑其断 因为你小党你想要去争取席次 你本来就应该拿出自己的主张下去选 不能跟人家合作的 一合作一定被大党吃掉嘛 所以是亲民党自扑其断 人家知道说你信心不足 那国民党或马英九现在执政 我资源多 人家认为你是老大哦 十年前送出去老大 现在马英九是老大了 老大就应该要放一点给人家嘛 至少你态度上要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节目开始说 到目前为止 国民党的手段高明 他知道自己的底线是总统 立委可以谈 放一点 因为放出去之后不代表亲民党吃得掉 可是一旦亲民党上钩上谈判桌 一谈不管是成局或破局 亲民党就一定没了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是知道他自己选民 不一定是跟你谈什么理念 至少你国民党的态度要是这个样子 他的多数选民 就是阿扁讲那个45%你要够好 那45%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说到目前为止是亲民党 如果要选的话 到现在为止释出了一些可谈判的条件 跟时间都不对 都应该要关门了 其实亲民党不利的 对亲民党是不利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整个谈判是真的在进行当中 胡老师这点可以证实吗 确实是在穿梭的进行 我觉得一定有人在 我的理解就是说 有人非常认真的来进行合作的谈判 两边大概有多少人在进行 我想说人数非常少 那就是说 有决定性的人 有决定性的人 那这样的来进行合作的谈判 因为我觉得这要符合整个泛兰选民的一个期 还有中间选民的一个期段 那这一个阶段是希望怎么样达成什么东西呢 是是谈好位子 还是说希望就是马送能够会制造一个团结的 这种一个象征 我不能非常确定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我是觉得说我个人理解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 因为过去的合作经验 坦白讲并不是特别愉快了 那所以说 那我们常常在想说 那我们常常在想说 是不是要像这个 这一次英国的这个自民党跟保守党一样 要写了一个三四十页的这种合作协定呢 那大家才就能够真正的建立这互信 那所以说我个人会觉得说 一定要这个前置作业呢 越周延越好 那最后 什么叫前置作业 是指把把这些区域跟部分区的这些的 我觉得包括总统总统总统明年的选举呢 都把它谈好一次一次一次到位 这样子 然后甚至说我觉得包括 选举以后的这种联合政府要怎么运作 可能都在这个协议里面我不知道 那如果马宋 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马宋会了的话 其实一看到那个画面就知道说 他们先期的作业已经结束 应该是吧 已经完毕 应该是 就是说位子已经分完了 对 我还澄清就是不同意 这个我觉得我们把话题已经跳得太远了 我们不要忘了 这前面还有一个先决条件 什么条件 已经俯冲告宋楚律那件事情 可是人家随时可以撤告了吗 已经不成为条件了 不不不不 那如果这个事情不先解决 那你后面的这个合作 其实都是在 都建立在沙滩上面的这个华夏而已 啊 因为你先好 台湾的好好 哎 现在台湾已经没有人控制了司法体系了 那哪天 除了法官宣 宋楚律出庭 那一定会的 到底前面谈的怎么办 因为你已经告了嘛 对 一定会出庭的 对啊 已经告下去了 不 我认为这样 不可以现在撤告嘛 我认为要不要谈合作 应该那个事情先撤告 后面才有谈合作的车 所以胡老师这件事情有解决吗 我觉得都会在谈的这个内容当中 你已经讲的是前提 没错 他这个前提不公道 那胡老师不公道 我先讲嘛 这个前提不公道 宋楚仪是栽账金普通 这是所有跑过这条线的记者都知道 那宋楚仪现在他作为一个党主席 他不愿意承认说我冤枉了金普通 民国89年 宋楚仪連战陈水扁三个人选总统 那时候马昂九当台北市长才十四个月 金普通才是新闻处长 金普通哪有资格去管到国民党的民调 这个是常识大家都知道 可是宋楚仪要讲说他金普通做假民调 百分之百不是 宋楚仪讲也许他失言嘛 失言那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冤枉你了 他都不肯 但是这一句话要宋主席先讲 这个节才能解开 他不肯啊 那现在宋楚仪如果不讲的话 你觉得金普通会不会撤 金普通最后在马昂九的压力下可能会撤 可是这样就没有格调 真的没有原则到这种程度 但是宋楚仪现在就是说 你要撤 撤就表示承认你错误喔 是你真的有做假民调喔 那你如果不撤的话 我就K你的老大马昂九 现在就摆出来的 这种是帮派的作法 我老实讲 这个是前提 前提不公正 而且不正义 我是很讨厌金普通的 但是这个事情喔 你不能这样嘛 怎么可以 我硬要 那现在要宋主席讲出来 说对我那时候是失言 你觉得宋主席会讲吗 大家对宋主席的了解 他会讲这句话吗 他一直不肯讲 解开这一个节 他一直不肯讲啊 而且昨天刘文雄还讲说 金普通是狗云党里面最大的货害啊 是不是 金马体制是 对 霍国殃民 霍国殃民 对啊 那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对啊 怎么协调下去 所以随先道歉 或者随先策告 都是表示弱势 那那个党就不要玩了 对就输了 所以我才会讲说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这个事情不解决 后面谈判很难进行的啦 要不然现在宋先生就拿出证据来说 就是你金普通做的假民调 好吧 所以就你要告你就告我 你就要不然你拿不出来就表示你是失言 其实这事情是 就什么东西是是跟非就不要模糊嘛 现在大家都想要混你知道 我觉得最看不顺眼的台湾的政治 就大家混 混完好像就没事一样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黑的什么是白的 不重要啊 如果你们在讨论这个诉讼的话 那这样亲民党跟宋主席怎么选下去啊 不是 今天宋主席只能讲说 我的选举跟这个诉讼无关 对不对 你不要说选总统喔 你如果要选个区域立委 就说我是因为金普通告我 这真差点看耶 对对 所以国民党一谈这个 亲民党就小了 就小慌了嘛 目前为止我觉得宋主席跟亲民党 看得出来是说声势很大 但老实说他们心里很虚 其实讲一讲去 既然金普通的这个告示 这个告示 罚得你了多少钱呢 很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无关红纸 无关台湾前途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个假人家嘛 你赔钱 了不起几大爆噔噔噔 如果金普通策告 马英九十一做得很好的话 你看这样亲民党在怎么玩下去 玩不下去啦 国民党很聪明啊 他拿小东西卡死说 你在乎这个对不对 这个难看那边 拿掉 换一盘菜给你 你就吃下去的话 你就不用选了 真的 然后大家就看说 哇宋先生原来你这么的小家子气 原来是会有这个 我觉得会有一点这种问题 好 我们待会回来 这整个的过程大概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到底双方的底线是什么 我们待会回来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